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养月季 这个时候是月季的长新芽开花的季节 如果说我们现在养了月季 还没长新芽还没长花苞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动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修剪 如果不修剪它就不会长新芽 修剪的越多它长的芽越多 大家看一下像这一颗枝条 底下已经长了两颗新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留 一个或者两个新芽直接从这个地方给剪掉 保留这两颗芽 那么只要我们舍得剪 这个芽它就会长得健壮 如果不剪的话 原来这颗枝头这里 这个浪费的养分会就比较多 浪费的养分多了 那么它这个新芽就会长得比较弱 所以我们舍得剪 它这个芽就会长得壮 像这一颗枝条原来是从这个地方修剪掉的 那么这颗芽已经长出来了 长得非常的壮 大家看到没有 还有这些枝条 这些枝条都是经过修剪之后就长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舍得剪 它就拼命的给你长新芽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养月季的一些技巧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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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